他在这一边呢 他说他有一间公司 the big company 然后他就批评 big sales 在9月9号 刚刚过双十一 然后接下来双十二 ok 然后all smartphone呢 他有discount数8% 然后the price d 呢 after discount呢 是0.85批 为什么会是0.85批呢 就是说我的这一个东西 他其实是那个什么100% 然后再减掉那个100% 然后减掉15% 就是原价的85% 85%是0.85 所以你那个价钱放进去 乘0.85 就是他的original price of the smartphone 然后过后呢 intern呢 他要买smartphone from this company 然后他selected as the company company的幸运额 这样 然后他可以用20块的coupon 来买那个smartphone 然后the price k after coupon discount 是你的价钱减掉20 然后p是他的original price of the smartphone ok so 他intern呢 他可以两个discount都用 有时候这种双子一双子二很累的 他在做数据题这样的感觉 你要用哪里一个coupon 会扣比较多 然后这个怎样产 怎样这样 哇好困难的 比做工还难 比做MX还难的那一种 ok so 这一边呢 他要你write composite function based on the polling situation so 第一个 是你拿 discount了 然后才用poupon 第二个是你用poupon了 然后你才discount ok so 他现在要我们写composite function ok好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dp是0.85p 然后他先discount的时候 就是说我先做discount 然后这个东西我再来 ok我再来那个啊 用poupon 所以第一个他是kdp 所以kdpdp是0.85p 所以这个是0.85p 减20 这个是第一个的情况 ok 然后接着我们第二个的话呢 他是先用poupon so 我先用poupon kp 然后之后我才来做discount so 我把这个kp放进discount里面 所以discount forp-20 ok 然后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会0.85p 乘这个东西 so 第二个在这一边 他这一个是这样 然后他就会变成0.85p 然后p-20 所以他就会变成0.8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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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他就会变成0.85p 再扣20 这一个呢 是手机的价钱 成0.85p 扣17 ok so他的那个0.85p 你这样沉进去p 跟沉进去20的时候 他是0.85x20 所以你的coupon也打了15%的discount 所以你少扣掉15% 少扣掉3块 ok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答案 他相差3块 ok so b 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第一个situation 他1899放进去的话 他就kd1899 然后我就有0.85x1899-20 ok 0.85x1899-20 然后拿到的会是等于1594.15 然后他要我们nearest rm 最靠近的rm 所以他在这一边是rm1594 然后second case的情况之下呢 我的这个是dk 19 1899 ok 所以他就会变成呢 那个0.85x1899-17 ok 这个基本上我不用计算机 我都知道他是16 1597 ok 如果没有错的话 因为在这一边他是-17 他贵3块 对吧 所以这一个是1598-159t 偏右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calculate the lowest price 8100这个 So 这一个是Lowest price 这样 好 1594 这样就做好这一笔了 这一笔是3加2 5分